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日前对国会议员们表示 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减少购买债券 不过他详细地解释说 时间表要取决于美国经济是否健康发展 我讲究这一点 是由于我们的资产购买取决于经济和金融的发展 那绝不是一个预设的城市 美联储复杂的计划包括 每月购买价值850亿美元的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目的是降低长期利率 经济学家们认为 这个计划帮助提升了股票价格 让企业更容易得到贷款 也让美国家庭更容易购买房屋和汽车 这就是为什么上个月 有关美联储有可能开始缩小购买债券规模的消息传出后 股市出现大幅下滑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瑟夫·加尼翁说 显然美联储的债券购买计划 到一定时候总要结束 我想伯南克认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 所以他六月份说那番话的时候 没有觉得是耸人听如 伯南克的话似乎已经缓解了华尔街的担忧 至少目前如此 但是随着雇主增加雇用 以及房屋市场的指落回升 美联储可能会加快缩减债券收购 曾经在美联储短暂任职货币事务主任的加尼翁说 缩减的最初阶段可能会步伐很小 缩减甚至都不会到50% 而是减少现有购买量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 之后逐步继续 如果一切顺利 我认为在明年中之前会停止 预计会在今年任期期满之后离职的伯南克说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他说如果美国经济出人意外的衰退 中央银行已经做好准备加速债券购买 已将任何意想不到的经济冲击的影响降到最低